美好的一棵大树 我们把这个大树比作宇宙 比作伐劫 我们自己一个人 比作这个树上的一片树叶 单单一片树叶 我这个树叶跟另外一个树叶是对立的 对立就产生了对抗 就产生彼此不信任 如果深入观察 这用智慧了 观察到枝 这一个枝里头 有好几片树叶 原来这个是从一个枝里发出来的 这一家人 就不会跟其他的冲突了 但是这个枝跟那个枝又变成对立了 又产生冲突了 再往上就看到 这个吃从干的 你找到干的时候 这个十十多的枝 原来是一家嘛 如果找到根 找到本 才晓得整个大树是一个整体 那才是真正把自己的生命根源找到了 所有一切矛盾 冲突 因消云散了 爱护一切众生跟爱护自己一样 自他不二 如果没有这个认知 纵然我们今天讲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是什么多元文化呢 是枝条的多元文化 我这个国家过得很好 所有这个国家种族都能团结 非常兴旺的 别的国家呢 跟别的国家还打仗啊 还有冲突啊 还有矛盾啊 如果晓得整个世界是一家 整个地球是一家 地球上人与人的纷争没有了 十十多多不同的宗教还是一家 你们想想 上帝天国 何尝不是一个多元文化的集合体呢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地区不同的种族 信仰上帝都生到天堂 难道到天堂还要去吵架 哪有这种道理呢